我停電還繼續吃 都停電 晚餐時間高雄聚在商圈 知名海產店急慢人 但燈全部都不亮 因為停電了 但客人覺得 應該一下子就好照樣吃 用這機子 好好笑喔 挺嗨的嘛 直到太陽完全下山 電還是沒來 客人們餓壞了 乾脆拿出手電筒 狼狽吃晚餐 連鎖中表店外 員工夠條條 因為停電 鐵卷門無法降下 擔心被人闖入 只好加班戰哨 等一下是不是就沒有電 不能拉鐵嘛 附近居民同樣因為停電 鐵卷門完全打不開 差點流落街頭 只好到旅館住一晚 停電損失最慘的 就是這間酒館 裡面低溫室 存放大量紅酒和水加 溫度高變質 損失恐怕高達將近三千萬 高雄巨蛋商圈停電 大馬路部分區塊路燈 都不亮 只有紅綠燈照樣運作 台電人員漏夜搶修 總共影響五百二十三戶 從二十三號傍晚五點半左右停電 直到二十四號清晨兩點多 財富電將近九小時 店家做不成生意 居民熱翻了 似乎發生的原因 是地下電纜故障所導致 地下電纜故障需要大量更換時間 所以才一口氣停了快九小時 只是還沒到用電高峰 就開始停電 台電近期將逐步檢修 以免夏天來臨高溫熱翻引爆明月 藥隊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